王室有女初长成,女王十八岁孙女美番了,身穿丧服都难养圣氏美颜 爱德华王子的女王最小的孩子,由于不是王位继承人,因此存在意志都很低 但是好处就是,爱德华和索妃无比恩爱,西夏育有月异女,简直就是王室的模范夫妇 英国王室有女初长成,女王十八岁孙女美番了,身穿丧服都难养自己的圣氏美颜 隔代遗传了女王的盛世美颜,路易斯面容娇好身材窈窕,她才是女王最美的孙女 爱德华一家集体亮相,参加了女王的守灵活动 伊丽莎白女王的八个孙辈,一起为奶奶守灵,上演了感人至深的一幕 原来帝王家也有真挚的感情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路易斯身穿的桑服,来自法国品牌克洛伊,是一件奢华的羊毛外套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衣服妈妈索妃王妃也穿过 如今套在路易斯的身上,也很合适 不得不感慨,路易斯真是圣氏美颜 就算换上普通的桑服,依旧难养圣氏美颜 从媒体发布的路透照也能看出,路易斯很会打扮 梳着一个半丸子头,佩戴了极其简约的首饰 浑身上下都很得体 弟弟赛文子爵,则中规中矩 一身黑色西装无比帅气 姐弟俩都继承了女王的圣氏美颜 不得不感慨,英国王室有女初长成 只不过路易斯太低调 直到出席国葬才锋芒毕露 上世纪末期,爱德华和索妃才完婚 因此两个孩子的年龄都很小 在王室也没有太多的存在感 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王子不想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 因此拒绝了殿下的头衔 而是选择让他们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得不感慨左妃王妃的三观很正确 不想让孩子们留在王室肯老 而是希望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由于父亲爱德华并不是继承人 因此路易斯一家可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一直都远离喧嚣和美光灯 但是这次女王的葬礼上 18岁的孙女路易斯极其强劲 颜值和身材都美得挑 为女王奶奶守灵的时候 路易斯泪洒现场 为奶奶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才离开 虽然路易斯拥有盛世美颜 但是身上也有一个小缺陷 因为索菲王妃生产的时候缺氧 再加上早产的缘故 路易斯有轻微的鞋饰 但是却完全不影响颜值 路易斯很幸运 是最后一位身穿祖传礼服洗礼的孩子 之后出生的王室成员 穿的都是防制品 如今路易斯已经18岁 出落的花容月貌 可以说是温莎家族最美的女孩 一直以来路易斯都很低调 只担任过威廉和尤金妮的伴娘 一家人过着深居剪出的生活 如今伊丽莎白女王过世 八个孙北联合起来 一起为她守灵 上演了最感人的一幕 其中路易斯的情绪最激动 在仪式进行中就泪洒现场 还被拍到用纸巾擦泪水 仪式大约进行15分钟左右 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 即使现场女卷很多 路易斯依旧无比惊艳 让其他几届都瞬间暗淡无光 不少读者才反映过来 原来女王的好精基因没有浪费 而是在路易斯身上绽放光芒 伊丽莎白女王子嗣众多 孙辈的年龄跨度也很大 女王虽然出席公务的事很严肃 但是私下里却很和蔼可亲 因此孙辈们都很喜欢这位彩虹老奶奶 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 女卷们出嫁的时候 都会被特徐佩戴王冠 伊丽莎白女王也会亲自到场 如今女王克然尝试 路易斯却只有18岁 奶奶看不到自己结婚生子了 目前路易斯是第15顺位继承人 没有继位的压力 整个人也轻松惬意 哈里挤破头都想被重用 事实上王室旁支的待遇也很不错 反倒落的一个清静 只能说权利欲是毒药 可以让哈里和威廉兄弟反目 也让英国王室陷入危机中 路易斯和弟弟相亲相爱 没有利益冲突 才能体会到宝贵的真情 之所以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状态 跟家庭教育分不开 爱德华就是个很佛系的王子 索妃王妃也知书达理 把两个孩子教育得很不错 懂礼貌并且富有爱心 即使路易斯穿上丧服 也掩盖不住盛世美颜 隔代遗传到女王的好基因 比两个姐姐惊艳多了 真是王室由女初长成